麥包的太太早前移代入投資騙局 麥包指她的工作都受到滋擾 向懷疑滋擾者殺償 因為官司正在進行 還要兩三個月才判出來 所以暫時不方便討太多 但起碼報紙賣了 對方在庭上都承認我不是騙徒 所以起碼輕鬆了 最近麥包都轉型做網上節目 或者直播大火 不過都是剛剛起步 其實我已經算慢了 很多同行或者朋友 就已經在賺很多錢了 我們這些年紀大 觸覺就比較不敏銳 但都不能脫節 所以現在努力去追 希望可以有另一種出路 或者另一種發展 因為很多登台 有很多表演都已經 因為疫情停了 有些在馬來西亞的表演都要延遲 但還有些就是 錢都收光了 都未做事 至於他的好朋友金剛早前失戀 麥包就說有慰問金剛 其實有的 因為做朋友的時候 我們簡單的一個圖案 或者說一句我們明白的 無論透的東西 大家也知道 其實男人和男人 就不可以說太多 也不可以說太多